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神 前十二十一八年九月二十六号 我前天去拜访了一个新的朋友 也不算朋友,一个家庭 入门修问库隆寺观看荣言便得知 我一进门的时候,接待我的是他的太太 从老年人的年纪吧,大概是五十几到六十左右吧 一开门他一讲话,讲了几句之后 我就发现到,你是不是腐难人呢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的腔调很像,很像腐难人 我说你哪里啊? 他说我是乡胆 乡胆 我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对了 毛泽东是乡谈人嘛 掌掌,乡谈,居酒,藏珠谈 这现在是湖南的金迪三角洲 那我一讲之后,他就觉得很亲切 他也很意外,说我这一个台湾人 怎么会讲湖南话 怎么会知道湖南口语 然后我没有问呢 因为这个不用问 因为我在海军大院里面 准备海军大院里面 出生长大,六十二年都在这里 我看太多了 所谓南北河啊,什么这些 跟这个各地的这种同婚啊,什么 每一种模式的家庭我都看过 那接着我就看到那个男主人 男主人是一个老年人 他坐在椅子上,始终没有站起来 是不是膝盖有问题我不知道 但他看起来这个蛮健康的 深入红中,讲了一口标准的北平话 对,就是金骗子,也不算金骗子 他深入红中的讲话 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说 我说老公你是不是那个河北 他说不是,我是天津 我是天津人 那我说那你怎么没有天津人的那个口音呢 他说我17岁就出来当兵 17岁的时候中华民国海军在天津 招生,他是那一批里面 第一批被招生进去 当年他17岁,1949年民国38年的时候 然后他到了海军之后 从二等兵干起,干了40年 最后是士官长退役 1949年的时候他17岁 那现在是2018年 他80多岁 他说那你这个口音好像完全没有天津口音 他说我在台湾没有机会使用 因为都打散了 在天津招的人也不见得是天津人 都打散了,所以他说没有机会用 可是他回到老家探亲的时候 他跟那些老家的人 他说他很快就会被入到天津口音 然后因为我用天津口音跟他讲了几句话的时候 他也就让他恢复了记忆 然后他就跟我用天津口音讲了几句 那个 大家天津口音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你就看看那个 那个谁 那个叫做 金吴体育馆那个叫做什么 金门第一 金门第一的那位 一下子想不想 我也年纪大 我是1955年在左营出生的 在台湾出生的 现在62岁 也算是老人 所以很多东西我不太记的东西 我就一下子会忘记 可是我对这个方言我是特别有兴趣 尤其方言的口音 因为先我父亲 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的口音就是混杂了全中国大陆各省的地方的口音 他并没有固定 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 所以相依无改并毛吹 儿童相见不相似 笑问客丞何处来 贺资章的这个回乡偶书 这个大概全中国 全华人大概小的时候都会被子 可是啊 相依无改真的 真的相依无改 大部分人 少小离家从军的时候 他受到部队影响 受到弟兄的各个 大家南北来的弟兄的这个口音的影响 很多人的口音都已经被存在了 以我自己为例 我很喜欢模仿那些长辈的方言 各省来的方言 从小就因为我们住在那种海军大院里面 我现在不用什么村 插村的那种名字 因为那已经不存在 被毁掉了 不存在 所以我不讲 我只讲的 那叫海军大院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那因为邻居都是大江南北来的 所以各种方言都有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话的时候 我们童年的时候 在那种文化背景下面的幽默就是 随时会迸出一句 和不搭嘎的方言 比如说 在那种文化背景下面的幽默就是上海话 雷宾哥 你是哪一个 广东话 这个 史川 云南 贵州 云南 富兰 富泊 富泊 这就是我刚用了不同的地方的方言的口音 在讲 讲它的那个省名 那诸如此类 那个 那 就是 四川 云南 贵州 这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口音 我们会常常会用这样子的 各种地方的方言 一句 只有一句 一个短短的一句夹杂在我们讲话的里面 觉得这个 在某种情境用这种方言来讲的特别好笑 这就像大陆那个电影 畅销的电影叫做 《疯狂的石头》 它是用四川的口音来拼 那让子弹飞一会儿 它用了几种方言 其实方言这东西如果你全部用的话 那就会 就会到胃口了 就没有那个趣味了 就是要夹杂 大陆人因为他那个以前的学英文的比较 比较晚 而且写的比较痛苦 所以他们很反对人家讲话的时候 动不动来句英文叫洋金帮嘛 比如说我说 那个知识 像以台湾人来讲 以我来讲 我讲说知识就是力量 那这个讲到知识 人家会想到是不是pose 就是摆的一个知识 这个也叫知识 同一个音可是有不同的字 知识 那如果说以我来讲 我会很快速的去带过 我现在讲的知识是knowledge knowledge 就是知识 那是科学知识的知识 那如果今天我讲的是这个知识 你那个知识不对 我会讲说pose 那个架式不对 那这两个同样 中文都一样 可是英文不一样 我们就会用这样的区别 同样的我们在方言 夹杂方言也是这样 那昨天在跟那个老先生 跟那个老太太 就聊了几句 大概不超过十句吧 因为老人家讲话 画家就打开 他就不会停 我就很好奇啊 他们两个人的年龄 显然相差大概有20岁左右吧 他显然这个不是原配 那再来就是他17岁 1949年 民国38年 17岁来台湾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二等兵 所以他娶妻的时间很晚 开放结婚的时间 要申请 军人要申请结婚 要核准 所以他可能在30多岁才结婚 因为他在军中待了40年 所以他57岁的时候才退役 因为他大概是一等式官长 就是冰王 最高的冰王 才会干了40年 在海基 那我就跟他讲 很意外 只有两个老人在那边 家徒四壁 也没什么家具 也没什么 连电视机都没有 那平常要怎么消遣呢 因为以这种年龄的人来讲 膝盖一定 腿脚一定没力 所以应该也很少出去走动 家里没电视 他要怎么消遣呢 墙上只有贴了一张地图 那个地图还是中国大陆的 那个大公鸡的地图 那个中国地图 还不是秋海棠的 所以就表示说 他可能常常会往大陆跑 那我就想说 奇怪 那我说你们的子女呢 他说 我有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那个老大 老大早就死了 我说奇怪 怎么会 他说老大 那个体重100多公斤 跑船 又不济烟酒 生活不正常 叫他要控制饮食 要把体重控制下来 他就是不理 结果突然就猝死了 那老二呢 他老二以前也在跑船 他讲到重点 家里面三个男人 主人在海军跑了四十年船 然后儿子 两个儿子 大儿子跑船 二儿子也跑船 这很意外 二儿子也跑船 跑到后来 又不想跑 就在陆地上找一个工厂干 干到现在 可能也不会再跑了吧 年龄也到了 那我说 那你还有一个呢 第三个是个女的 五十五岁都不结婚 那我原来以为说 她是说一个女的 我想说 在我们海军大院里面 都是嫁给海军的人 这是几乎是惯例 因为只有海军的人 眷属才会了解海军的作息 才能够适应 才能够忍受 那种常年不能见面的那种痛苦 那我就问她说 那你女儿也是不嫁给海军 她说她不结婚 五十五岁都不结婚 她这辈子不想结婚 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三楼 没有电梯的旧公寓 她们这个腿脚不行的人 没办法爬楼梯 所以就没有住在一起 因为那个房子她买了 那我就从这个典型的家庭里面 我就听出了一些回忆来 我们整个海军大院里面住的 几乎都是 这个父亲是海军 然后儿子也是海军 有的是孙子都是海军 不是海军就是船员 跑船 就从海军退役以后也是跑船 刚刚讲说她为什么家徒四壁 什么都没有 不会有一本书的 因为她们都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她从17岁开始上船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画了水冰 这个水冰服是旧式的 然后飞着水手袋 然后她从海军退役以后 也是这个水手袋 然后上了商船也是这个水手袋 然后等到她到了商船 也到退休年龄的人 人家不在雇佣的时候 她也是用这个水手袋 往行李飞下来的 从A船换到B船 从B船换到C船 从B船换到C船 从C船换到NZ船 都是就是这样 轻便就是上路 这就是漂泊一生的海员生活 陶海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 那她是从一个士兵干到一个士官长 那前几年先母去世的时候 在海军总议院 现在叫做左营国庆医院 在那边有一个太平间 大概就是在这个遗体 就是暂时放在那边吧 然后准备要出兵 这期间我们每天都去供饭 去折子链花 烧纸钱给她 然后送金回向 那因为我穿了这个衣服 穿了这个飞行船的衣服 背后有这样大的一个马克力 所以任何人都很明显的看到 我的名师度非常的高 那结果有一天我看到 有一大堆这个年轻的军人 穿的白军服 那我们在这个左营地区 这些出生长大的 非常熟悉海军官校 海军官校的那个以前的军官 跟士官的军服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是斜杠 就表示是学生 看到一大堆这样的学生 就在那边 好像在预演要出兵的那个行列 好像还有军乐队 但是只是少部分几个人 大概是小浩什么 然后三十丰什么 大概几下乐器吧 还有古堡 大概就是四五个人 不是整批乐队 但是看起来他们穿军服的样子 大概也知道那是海军军乐队 大概是秦桑他们来这边做最后送别吧 在告别寺吧 我一看我想这个人 这个王者可能是一个大官吧 才会有这样子的阵仗 那因为他们那个很隆重 他们的出兵意思很隆重 所以我没有去干人 也没有去过问 因为我从来不过问别人的事情 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紫帘花 就回向 就好像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平静一点 上清之痛 很难一下子平静 结果后来第二天 第二天出兵仪式 就隆重举行 也有吹打 年轻的军人 军官 海军官校的学生 帮他抬官 抬到灵车上 然后跟他敬礼 然后昼夜 然后车子就开进去 开走了之后 我想说 这可能是一个阶级很大的 将军之类的吧 后来那个 车子走了之后 当然灵堂就拆掉了 但是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就在那个旁边的另外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 会议桌上 折 紫帘花 后来这个车子回来的时候 那个 上家的那个 这个女主人 他把那个扇子脱掉了 然后 主动过来跟我聊天 但可能我的意乎 非常显眼吧 一个非字 他大概有好奇还是什么 还是几天 观察我几天之后 很想跟我聊几句吧 我一看到他 因为我看到他送账 他是未亡人 我就跟他讲 在节哀顺变 他说 也没什么 没什么哀好 好哀的 他去世之前已经 已经生病了 生得很痛苦 人变得很干瘦 剩下三十几公斤 一直都是 可能是癌症吧 一直都在病痛中间 他现在算是解脱了 我还要庆幸他解脱了 不要在人间受苦了 当然他可能对我的话奇是因为飞行禅 还有那个非字 然后我就讲说 那个 这个 这么长时间 总是有感情 他说 其实 谈不上什么 什么叫感情 他说 18岁吧 高升毕业时 参加海星官校舞会 然后认识他先生 他现在那个时候 还是官校学生 然后 比他大 大概 大概一两岁吧 大约是这样 因为还是官校学生 官校是四年制的 然后参加舞会就认识 认识之后就交往 交往之后就结婚 结婚的时候 当然是海军嘛 海军官校的学生 海军官结婚的时候 都会在四海一家举办 然后都会要过一个见证嘛 那个同学们的 拿着那个指挥刀 啥抽出来之后 互相交叉的比一个见证 然后那个新郎新娘 就从那个指挥刀的那个 交叉的见证底下走过去 这是海军 尤其是年纪很轻的时候 一生 梦寐以求要嫁给海军军官的 这个 不管是台湾还是世界各国 都是这样 这是他们最 最荣耀 最觉得幸福的一个时刻 他也过了那样的时刻 后来就是山埃玉里 绝大多数的死刑 他现在都在海军的军舰上 然后从军舰上 跑完跑 我以为他是一个将领 他说他这个是上校退役的 他当过以前的杨志号 也就是巡洋舰的舰长 退役的舰长 资历非常完整 因为他大部分都在舰队 都在海上服役 他几乎没有在陆地上服役过 得工作过 然后等他退役以后 以前到海军的人退役以后 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官还是士兵 或者是甚至于眷属 男生 大概都是男儿子在士官 这个 Join the Navy to see the war 要到世界去看看眼界的话 接着就是跑商船 那时候世界各国商船都喜欢 喜欢用台湾人 因为大概年假劳工吧 那刚好台湾人那时候拿美金 那时候是外汇很管制的 所以觉得余有容焉 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就在跑商船 当船长 那商船那时候是可以把 船长是可以把 那个眷属带着船上运出 可是他跑过几次 不习惯 因为他晕船 所以他还是 等于是长期的聚少离多 所以他说他跟他先生的感情 也谈不上什么 就像朋友 因为平常很少见面 不像一般家庭 这就是很典型的海军家庭 还有船员的家庭 就是这样 要忍受后面这种 随时漂泊的日子 然后他最后就是 等到他从船上下来的时候 就是生病 生病之后 下了船之后就住院 做了几年医院之后 身体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差之后 就去世了 这就是一个 典型的一个 海员生涯的一个典型 那昨天我看到那个老先生 他八十几岁 他自己后来 他退役以后 五十多岁 已经上船 已经不要他了 所以他的孩子 很年轻 又开始跑船 然后跑了几年之后 因为觉得船员生活 非常枯燥 滑胃 因为他们现在跑船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人跑船 可以带立牌牛仔裤 带了一些 台湾买不到的奢侈品 比如说相机 一些可香糖 苹果这些东西 那时候也不敢夹带 什么走私违禁品 那时候也不懂 而且 因为语言的关系 所以他到哪个地方靠港之后 顶多就是几个小时就走了 而且现在有一个笑话 顺便讲一个笑话 现在的货柜运输 世界各国的货柜码头 港口 都设计得非常庞大 那设计得庞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些船 有些船东西 专门是按照世界上 它要跑到航线 固定航线 从某个国家某个港 到某个国家某个港 那个港的最大的宽度 能够容纳得成 它就是做那么大 因为想要贪心 想要一直做很大 这样才有经济规模 然后因为现在都是用电脑操作 什么货柜 货柜船 都是用电脑操作 所以速度非常快 非常精准 以前必须要靠人为操作 用去吊杆 用人去吊杆 现在全是用电脑操作 一个很巨大的码头 大概只有几个人 五六个人就可以 就可以24小时不停运作 因为所有都是无人搬运车 无人的吊车 就不会有所谓工伤 会伤到人的问题 人变得很珍贵 最重要的是 它把时间输得非常短 所有的船靠到岸上 在两个小时以内 一定都装好货 卸好货 马上就开始了 以前的船员在很多国家去 到处风流 以前的到处风流是说 可以到码头上去 可以到码头附近的酒吧去 去卸购一些 可以去买春 可以这样讲 那现在这两个小时 你根本就不可能下去去买春 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笑的地方 就是以前可以去买一点东西 后来有一些人不是卖春 他是卖货 比如说你到阿根廷去 人家会上来卖他的当地土产 土产 那些当地的小伴 买通那些海关的警卫 然后直接上船去 你船一靠上去 他马上跑到你船上来 到你的寝室去 跟你推销当地的土产 你就不用下去采购了 因为那比较便宜嘛 所以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当地的行情也就买了 这是买货 不是买春 那现在 现在这种 只有两个小时 你想要买货 想要买春 都有困难了 因为 你还没有讲 东西货还没有仔细看好 拉链还没拉 拉下来 船已经要开了 马头已经通知 赶快开船 因为下面的一艘船 已经准备 已经准备在港口了 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奇事 使得现在跑船 是越来越无趣 而且现在几乎是 海军退役以后 如果是军官宗教退役 才40多岁 以后就没有 就没有再上船的机会 因为外国商船的 那个船员的机会 全部被中国大陆所所占 台湾特役的海军 几乎没有机会 那如果是低级船员的话 那个 其实 他的酬劳 还有 他们在国外 根本就 几乎没有下地 你一直在船上生活 连那个 连要补给的那些食物什么 全部都是用那个 发报员 给那个常工师 常工师帮他安排之后 人家把那个食物 运到码头上 你船员一靠上来 他马上就上去 就装货 这个厨房 只要签名就好 根本他不涉及采购 什么都没有 就是直接签名 有多少货 把这个清单清一下 签个名 就送到冰库里面去了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下船 整个的两三年 离家两三年回来一次几个月 或者是各把月 又上船了 所以跟家人 人的相聚的机会是非常之少 整个的人生都在海上面 很枯燥的 乏味的过日子 这就是船员的生涯 昨天我看那个老先生 就要我国有所感 什么邵小离家老大回 香音五百绿毛水 其实他的香音已经夹杂的 非常多种不同的生物 先父也是这样 他讲的也不是纯正的普通话 他会听很多种方言 是因为他以前是海军 他在民国38年的时候 在还没有来台湾之前 他参加海军的军舰 我看看他的照片 以前小时候没有看懂 现在我60多岁 我才能了解 那时候中共没有海军 日本已经打败了 民革35年 日本已经投降了 所以没有敌人 整个海军是在 从南开到北 最远开到东北 所以先父以前 我小的时候 他常常会讲到什么 湖湖岛什么 辽宁什么 这个我当时都觉得 是天苏一样的 还有去过郑州 然后还有讲到 当然是广州厦门 这他都会讲 甚至于还有 开到长江里面 开到武汉 武昌汉口汉阳 他都去过 就是同一条军舰 一直到台湾 那条军舰里面 做了六年 在上面当军医 那这是他在军舰上的资历 那在那之前 他在上海的海军第一军医院里面 做了四年的出院医室 那之前在陆军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丁沛流离室 我刚刚走到那个 老县城里面 我看到 这是在我们这个海军大院里面 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 并不足为奇 以上 吴声声跟各位分享 这个图 是我 好几年前画的 这是充分的 表现了 这个 所谓的陶海人 西美 水手 乃至于军官也都是这样 只要你在 甚至于商船也是这样 渔船也是这样 只要是陶海人 都是这个装备 以上吴声声跟各位分享 非常谢谢